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实现 202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东升西降的口号 表明中国预计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 在那一年中国通过强硬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新冠病毒的流行 并且继续创下10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 而同一年美国则在新冠的反复爆发 和通货膨胀的飙升中苦苦挣扎 2021年秋天的亚太峰会上 习近平与拜登举行了视频峰会 当时习近平被推崇为中国这一代人中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而拜登则生活在川普失败的政策留下的阴影之下 而两年之后的今天 本周三 习近平与拜登又再一次在亚太峰会上碰面 时过境迁 今年再看习近平2021年 关于东升西降的言论似乎无法再令人信服 中国经济正面临众多挑战 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地方政府债务难以控制 到信心下滑和通货紧缩 与此同时 美国则刚刚录得近两年来最强劲的季度表现 通胀也有所消退 2021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75% 今年第三季度已经下滑至64% 退回到了2017年的水平 短短两年 中国发生了什么 中国并没有突然改变方向 西方专家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长期恶化的问题浮出水面 而习近平的政策令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衰落 但是其引领全球经济的愿景已经受到打击 甚至可能无望再实现 熔顶集团中国市场研究总监洛根·赖特表示 北京永远无法宣称自己是全球经济的主导者了 他认为中国的GDP可能有一天 会达到美国的90%甚至100% 但是超过美国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美国相对国内生产总值 最近因为通胀上升和中国货币贬值而得到提振 然而 华尔街日报指出 美国现在就说必胜和2021年习近平说必胜一样为时过早 从近期来看 美国的消费可能会放缓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似乎已经逐渐稳定下来 在未来十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将超过美国 但重要的是 尽管中国经济多达三四分之三的领域都面临逆风 但是制造业这四分之一的领域不会面临逆风 在可预见的未来 即使整体增长乏力 中国人将是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放缓幅度超出预期 从1980年到2012年 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10% 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减少 以及追赶富裕国家的机会减少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目前阶段必然会放缓 但放缓程度超出预期 世界银行目前预计中国未来两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5% 比10年前的预测低了一个百分点 而国际货币金组织预计中国未来五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9%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 而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于消费 这导致之前还出现了一些漫画认为 是中国人高瞻远瞩 美国人目光短浅 但是在过去10年中 中国这种靠投资的发展模式走向了过渡化 在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主要针对基础设施 房地产以及后来的技术领域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通过向银行和中国公众借款 利用新的融资工具规避中国政府施加的借款限制 为这些投资提供了资金 经济学家表示 2010年至2021年 中国住宅建设面积几乎翻了一番 人均超过38平方米 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 是日本的两倍 相比之下 美国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太少 而中国是两者都太多 中国有数百万套公寓空置 贵州这样一个相对贫穷的省份 却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100座桥梁中的23座 中国高速铁路轨道的增长速度也是乘客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今天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用于投融资的大部分债务都面临违约的风险 国际货币金组织预计 中国30%的地方政府债务无法偿还 土地出让金和营业税收入的崩溃使地方政府面临着巨额赤字 洛根·赖特认为中国的财政空间比人们认为的要小得多 已经无法为工业政策、国防以及一带一路的外国基础设施贷款提供充足的资金 中国专制制度的好处之一是能够果断行动 不受民主制衡的约束 然而北京方面尚未对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采取果断行动 将其转移到中央政府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上 相反北京正试图重组地方债务 他最近宣布将借出相当于GDP0.8%的资金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 但是这实际上只满足了地方政府需求的一小部分 这可能令中国陷入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那样的多年金融泥潭 而相比之下 当2007年到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崩溃的时候 美国联邦政府迅速动员起来 对银行系统进行了资本的重组 另外与房地产泡沫一样 中国的人口下降也是一个缓慢发展的问题 但是在过去两年突然加速 2017年中国生育率约为1.6 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 取消一胎政策后 北京原本预计2020年至2030年 生育率将会升至1.8左右 但是一项研究显示 生育率却继续下降 去年已经降至1.1 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一些分析人士也将此归咎于 育龄妇女对经济的悲观情绪不断加深 去年中国人口出现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首次下降 中国的财产和人口问题会相互影响 美国能够通过人口和移民的增长 来摆脱2000年代中期的住房过剩 而中国则由于人口减少和外国移民几乎不存在 而面临结构性的需求下降 中国需要新的需求来源来接替投资和房地产 最明显的候选者是通过消费 但是中国消费者的贡献仅占GDP的37% 而美国这一比例为68% 与此同时 习近平通过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 又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复苏 加州大学的中国产业政策专家巴里诺顿表示 从2020年开始 中国共产党对阿里巴巴 在线教育和游戏领域的私营企业 展开了监管打压 表面上是为了打击垄断行为和保护消费者隐私 但主要是为了巩固党对私营部门的控制 诺顿表示 这些政策除了摧毁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财富之外 习近平还发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信号 那就是他不喜欢私营企业 不在乎他们的价值被破坏 习近平推动产业自给自足 以及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好战 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前景 促使美国和欧盟通过限制与中国 在战略领域的贸易和投资来降低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 自2010年以来 外国投资越来越多的在同一地缘政治集团的国家之间流动 因此2022年 中国在战略领域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 比2015年减少了60% 而美国则增加了43% 全球化对中国的帮助要大于西方 因为中国有更大的追赶空间 而去全球化则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项研究 模拟了这样一种场景 经合组织的国家如果与中国脱钩 而所有其他国家都与他们倾向的集团保持一致 那么10年之后 美国的经济损失仅为GDP的0.3% 而中国损失则为GDP的4% 另外中国创业活力衰退的迹象也随处可见 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域曾经一度与美国相媲美 但是数据显示今年的风投交易量 从2018年美国的85%缩减至美国的32% 许多中国企业家已经离开或者正在试图离开中国 很多前往了新加坡 但是也许这并不会让习近平感到十分痛苦 因为他希望中国不是靠私营部门来决定 哪些行业应该获得资本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了2000多个政府引导基金 将北京认为的重点领域投资了数万亿美元 但随着宽松信贷的枯竭和地方财政的恶化 习近平的雄心面临着风险 经济学家表示 由于地方债务负担 监管收紧和其他经济阻力 政府指导基金筹集的资金始终低于目标 去年的筹款额较2021年下降了35% 然而尽管中国面临着人口财政和金融方面的压力 但是中国巨大的制造业并没有出现衰退 恰恰相反 今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中国品牌可能不如西方的顶级品牌 但是他们已经足够好而且价格便宜 因此正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市场份额 迄今为止 美国阻碍了中国制造最先进半导体的能力 然而半导体行业组织估计 到2026年 中国将会控制全球42%的低先进芯片的产能 而这些芯片对于家电和汽车等应用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 习近平对更广泛的经济管理虽然不善 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实力 将可以继续依靠固有的竞争优势而持续存在 包括中国庞大的生产者基础 可靠且工资适中的劳动力和管理知识 这些为中国提供了影响全球的重要渠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表示 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其印太经济框架 拉近与亚洲经济体的距离 但是这些经济体却与中国供应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例如美国正在拉拢印度以制衡中国 但是中国在印度进口中的份额 已经从2010年的27%飙升至2021年的39% 中国的制造实力也是一项强大的军事资产 中国庞大的现代化造船厂已经建造了世界上46%的船舶 使其能够每年生产数艘新的军舰和潜艇 而相比之下 美国造船业产能还不到世界的1% 这使得美国海军只能够依赖少数的造船厂 而这些造船厂缺乏必要的劳动力 交货始终延迟且超出预算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者王丹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科技产业的文章 他表示美国主要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取得领先 而不是在实体产品领域取得领先 美国最近才意识到这一缺陷 拜登政府正在向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目标行业提供大量补贴和保护 这导致美国工厂建设激增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需求能否令这些工厂实际产生利益 此外美国还试图拉拢盟友一致行动 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努力就投资中国方面达成一致 但是专家表示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纽带 比如明年秋天川普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前景 就将成为西方盟友的担忧之一 川普在上一任期内退出了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还对盟友征收钢铁和铝的关税 并且威胁对汽车征收同样的关税 卸任之后川普还提议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 并且暗示要退出北约 柏林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霍塔利表示 欧洲的预期是如果川普回来 他再向欧洲施压方面会做得更加的充分更加的老练 而中国将可以利用由此造成的分裂 对任何摇摆不定的美国盟友进行经济方面的诱惑 面对新近孤立主义抬头的美国和支持乌克兰的重担 德国可能会重新转向中国 因为他无力与所有人作战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领头作用不再存在 那么习近平关于西方衰落的预言也有可能就会实现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